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周周周宗翰 今天很高興可以跟大家一起自主旅行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字是 甘 甘甜的甘 我們想到這個字都會感覺心情非常的好 因為甘這個字有甜甜的 美好的舒服的意思 今天我們就要介紹一系列這樣的字 給大家認識 說到了甜一般我們都知道 我們是用嘴巴來吃東西 所以我們的身體會透過嘴巴 感覺到有甜甜的感覺 可是有時候不一定是嘴巴 我們的靈魂之瘡 偶爾也有進食的功能 Eye Candy Eye是眼睛的意思 Candy是糖果 Eye Candy 眼睛糖果 指的就是給眼睛吃的糖果 不過這裡當然不是指 把眼睛做成糖果 而是形容一個人很性感 很有魅力 見到這個人會感覺心情很好 就好像眼睛吃糖果一樣 這個意思就跟我們的中文 秀色可餐 非常的接近 那我們中文還有另外一個詞語是說 看到一個人身材很好 衣服又穿得很少 那麼我們大家就可以眼睛吃冰淇淋 基本上跟Eye Candy是同樣的意思 Now that is one delicious eye candy Anybody hungry? Now是現在的意思 但這邊是一個發語詞 That is one delicious eye candy 我們眼前就有一個非常美味 非常可口秀色可餐的人 Anybody hungry? 有人餓了嗎?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 我們可以在圖上看到 有一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他們想要到酒吧 想要到夜店循環 一轉頭就發現 右後方馬上就出現了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呢 臉蛋是臉蛋 身材是身材 是一個秀色可餐的正妹 所以他們就說 Now that is one delicious eye candy Anybody hungry? 有人餓了嗎? 有人行動嗎? 看到這麼秀色可餐的美女 大家要行動了嗎? 雖然我們在圖上可以看到 是一個身材曼妙的女性 是一個 eye candy 但其實呢 在生活中 eye candy使用上呢 並沒有任何的性別限制 你也可以指一個身材 很好的男生呢 他是別人眼中的 eye candy 說到把人比喻為糖果 除了因為外貌吸引人之外 可能因為他們也有 我們想要的東西 比如說呢 有時候我們會形容 一個男生是 sugar daddy sugar是糖 daddy就是父親或爸爸的意思 sugar daddy 蜜糖老爹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蜜糖老爹呢 並不是那些全身上下 都是糖果的男子 sugar daddy的意思是指說 這樣的男性呢 他可能年紀稍長 所以我們才會稱他 daddy對不對? 而且呢 他們花錢不手軟 他們的錢呢 還不是花在自己身上喔 而是照顧身邊呢 自己喜歡的人 所以我們會稱這些人呢 叫做乾爹或凱斯爹 那這些受照顧的人呢 sugar baby呢 也不是白白拿錢 白白拿禮啊 人家花錢照顧你 你也要回饋啊 所以呢 可能會有各種形式的陪伴啊 或者是陪逛街吃飯陪看電影啊 或者是在乾爹空虛寂寞 覺得冷的時候呢 要給他一些溫暖 Honestly I don't think there's anything wrong with Catherine getting a sugar daddy Honestly 老實來說 I don't think 我並不認為 there's anything wrong with 這樣有什麼錯 什麼事情有錯呢? Catherine getting a sugar daddy Catherine找了一個乾爹 我們在圖上的右下角呢 可以看到呢 有一個女生Catherine 她最近跟一個男生走得很近 一個中年男子 而且呢 大家還盛傳說 這個男子呢 還帶他出去吃東西 買衣服 搞不好還送車 連學費都幫忙一起付了 說直接一點 就是被包養了 那其實呢 最近真的在美加盛傳 有一個網站呢 專門讓大學生 上去找凱子爹 幫忙付學費 那所以當然就會導致 別人的閒言閒語啊 別人就說 怎麼好這樣子 好意思拿人家錢呢 怎麼不節身自愛 是不是人盡可夫呢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圖上呢 圍著黃圍巾的女生 就覺得說 很不以為然 她覺得說 這樣子又不犯法 大家各取所需 互相幫助 而且Catherine跟她的乾爹 看起來很開心的樣子 所以Catherine有個甜心老爹 sugar daddy 到底合錯之友呢 那其實呢 除了sugar daddy之外呢 有時候也可能是女性 當作提供精緣的角色 那我們會叫這樣的女生 叫做sugar mama 那當然大家對這樣的看法 不一定認同 不過這樣子的想法呢 你覺得如何 那就是見仁見智了 說到肝呢 並不是每一個肝的東西 都是拿來吃的 有時候呢 肝是一種放在心裡的心情 所以我們中文說 甘心 甘心的意思呢 就是感到趁心或痛快 不過當然平常我們比較常說的是 不甘心 也就是不痛快 不服氣 覺得不爽就對了 那英文呢 有個片語介紹不甘心的人 sore loser sore是疼痛 或者是肌肉酸痛 那在口語裡面呢 有腦火或者是不爽的意思 loser是輸家 那一個sore loser 一個腦火的輸家 就是一個不爽的落敗者 一個輸不起的人 所以sore loser 是一個度量狹小的人 輸的時候呢 不檢討自己 一股腦就想怪罪別人 比如說平常我們常遇到有些人啊 他在失敗的時候就會說 都是因為剛才有人打噴嚏影響了我 或者是怪 天氣太冷 還是說剛才吃太飽 這些人呢 不承認自己的失敗呢 一直砍脫啊 一直擺臭臉 就是sore loser I don't want to play with Landon He is a sore loser I don't want to 我不想要 play with Landon 跟Landon一起玩 因為呢 He is a sore loser 他是一個不爽的輸家 簡單來說呢 Landon就是一個 輸不起的人 在中文裡面有一句話說 觀其不與真君子 其手無回 大丈夫 我們在圖上可以看到 我們的穿藍衣服的Landon 跟人家下棋到一半 發現太事不對了 就開始大聲 就開始翻桌走人不玩了 因為呢 他怪對方 騎下得太快了 擾亂他的步調 或者是 對方在下棋的時候 太大聲 害他沒有辦法 專心思考 其實像Landon這樣的人呢 就是一個拒絕 面對現實 要別人為自己 失敗負責的人 是一個 sore loser 所以就有人說啦 I don't want to play with Landon 我不想要跟Landon一起玩 He is a sore loser 他是一個輸不起的人 其實呢 在美國的40個州裡面 有一個法律很有趣 叫做 Sore loser loss 所以直譯成中文 是不是叫做 輸不起的人的法案 那Sore loser loss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都知道在台灣 有我們的政黨的選舉 如果你在參加 政黨初選之後 如果你輸了 很多人就會不爽啊 他可能就會自己 脫黨參選 可是在美國的40州裡面 規定呢 如果你的政黨初選 你輸了的話呢 你不可以當一個 輸不起的人 你就不可以再參加 這場選舉了 所以Sore loser loss 的內容是這樣子 我們看到下一個圖 Let it go Josh Josh it's over Let it go Josh 算了吧 Josh 忘了他吧 It's over 這件事呢 已經結束了 我們在圖上 看到這個握著手機 臉上滑落 臉上有淚滑落臉頰的 這個男生 因為他剛剛得知 自己沒有通過 黨內初選 他沒有辦法相信 自己落敗了 所以他很難過 他很不甘心 可是呢 因為他在剛才我說的 美國40個州裡面 有Sore loser loss 所以他不可以再參選了 他的朋友就勸他說 Let it go Josh Josh 沒關係 這個要參選的男生叫Josh 他的朋友勸他說 放下吧 讓這一切過去吧 It's over 這場選戰已經結束了 這邊要大家回顧一下 我們今天學習到 跟Gun有關係的詞語 第一個是Let it go 也就是說 算了吧 忘了他吧 讓這件事過去吧 雖然選戰失敗了 但是就讓他過去吧 因為也沒有辦法了 不要當一個 下一個詞語是 Sore loser 不要當一個輸不起的人 我們剛才看到Landon 大家不想跟他玩 就是因為他輸不起 不要當一個輸不起的人 Sore loser 接下來是今天學到的 Sugar daddy 也就是指那些提供 晶圓給年輕女性 或者是男性的 這些年紀稍長的男性 Sugar daddy 最後呢 是I candy 也就是指 秀色可餐的人 今天很開心 可以跟各位觀眾 學習跟肝 一系列有關係的 英文詞語 自在生活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大家